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马不停蹄多元面向的学习是其特色之外 马斯克名言 读书最大的意义是将梦想造进现实生活之中 越以说明学以致用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 要避免跨跨其谈 最好的方法就是重视生命实践功夫如下 12岁的他左手开始编程太空战斗游戏 并且以美金500元出售于杂志社 其次 读中学时在课外活阅读到火箭发射的相关内容 立刻自己制作火箭模型 并在学校因起一阵骚动 这些实力说明马斯克从小就有生命实践的今生 这与传统运势填压的教育 无暇照顾学子们的实践功夫大以齐去 马斯克再次证明传统教育无用论 其次 在马斯克的学习过程 还有一点与圣宣师傅极其相似 那就是经常问为什么 马斯克主张提问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比起直接给予答案更具有启发意义 理由是自己不懂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每一个问题都可以由书中找到答案 例如 银河系漫游指南 为马斯克的火星之旅提供素材等等 圣玄师傅也是善于提问的一位生命实践者 例如 师傅在台湾的课堂15年来坚持互动教学 借由提问为学子们奠定直觉思维的力气 师傅每堂课一上场 立马向学生提问各式的问题 包括以直觉去思维课程封面图意涵 根据这一点建立宇宇宙的全局观等等 师傅交叉学科的教学序序库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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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acity We Urtv多头运作王牌金脑 平日的工作指令 余等常被师父逼得焦头烂额 最常见的是 转发例行播出材料以前 一两分钟 突然来一段特长的开示 并且载明 重要开示 人人回应 天哪一片哀鸿片眼 师父说合理的训练是训练 不合理的训练是磨练 一致之差价值连城 师父时时视线 思维的切换是高效而且无缝的 因此下达新工作指令 犹如及时雨的冰雹 除了春雷的精直 春雨的喜悦之后 大众必然不知又倒地 这就是强调直觉思维的文殊法教特色 师父与马斯克同属重视生命实践的行者 因此必然练放生命的光彩 师父在进行过程中 自行开发诸多解套生命不同困境的方法 例如第一 对峙睡眠障碍 睡前开心法的拥抱正能量 200到700能量阶 乘起自行法 藉由超越二元对立 进入终极本质 唐奥 因此带动高能量700到1000能量阶 第二 动中持奏入定法 让我人在动态中 藉由耳根的听闻机制 向内观照法音流变 去此进入定境 不受周遭人士实地物变化所干扰 将此镇定功夫 无限延伸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则成就置心一处 专一定境的一心三昧阶段性功夫 动中持奏心念耳闻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力求超越一切心 其其形象的束缚 也就是超越中的超越 方能圆满 反文文自信 时时回归自信 探索内在觉醒 终至定会等值 原正菩提 第三 动中禅定训练法 在各种动态的冲击中 训练行者 挑出共振频率 并且借由心安定 过滤其他的频率干扰坡 让自己的心 与宇宙的能量 时时产生共振频率 根据这一点 二六时钟 处于禅定的境界 圣玄师父永远是颠覆传统的文书法教传承者 师父说 为了习的禅定功夫 而去打禅三禅七 这就是传统学佛法 其弊端是离开禅堂之后 生活是生活 烦恼依旧是烦恼 丝毫未曾有过减少 因此 师父永远是反其道的行者 主张 应该借由日常生活的多头运作 直接就训练禅修的定功 六祖谈经云 心念不起 名为坐 自信不动 名为禅 师父编闭入理的诠释上述经文 师父说 既然坐禅不在腿 已经是主师大德的圣训 那么除了上述动中禅的训练之外 平日无厘头的工作指令 就是借由多头运作 集训定功的最佳情境 然而一般人的大脑 一次只能接受一个工作指令 所以师父说 人人都得接受多头运作的训练 换句话说 就是金牌大脑训练 因此提升注意力 也是禅定基本功的一环 然而集训前的大脑注意力系统 经常受到四大因素的影响 情绪意义一心多用 及时间性timing 因此首先应该论述 一心多用如何界定 钢琴家可以左右手同步弹奏 不同的曲子 这就是极度专注事物的多头运作 大脑需要更多的作业时间来转换信息 它的先后步骤 它的先后步骤如下 一 转移警觉系统 由双手弹一曲 移转到双手弹双曲 这就启动警觉系统的移转 二 活化规则 一直有序活化第一项工作的神经元 Neulon 在上述警觉系统中 有两大块的信息必须被唤醒 首先寻找能够执行第一项工作的神经元 其次开始移转到第二项工作 这个过程是为活化规则 第三点 第二度启动警觉系统 单手弹奏单曲 是第一次启动警觉系统 双手弹奏不同乐曲 则是第二次启动 第四点 活化相关的神经元 与上述第二点一样 需要几秒的时间 以内两种不同工作的切换 就常人而言 大脑只能一次干一件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以上四个步骤的切换时间 是微乎其微的 因此受过精进禅定训练的行者 特别是受过动中持咒 动中禅定训练的行者 其禅定专注的频率极高 通常可以超过40个Hz 这就因为多头运作的切换必然落在这个频率范畴 换句话说 例如多头运作必然可以精准做到 中论 中论 就常人而言 大脑一次只能干一件活 但对于有禅定功夫的行者 他日常的训练 时时就要接受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的信息挑战 大脑神经元的灵活度 岂是一般常人所能相提并论 因此不同的训练方法 成就不一样的行者 投稿人结论 直觉思维 法尔如是 本文所阐述 传统教育无用论 亦或多头运作 王牌精脑 有一个共通点 必须运作直觉思维 Intuitive thought 直接触及终极本质 如如不动的寂灭 法尔如是 彻底指向开发根本质 启发内在觉醒 终至原正菩提 尽首妙吉祥如意 余生复归于中顶礼 圣玄结论 洞中禅定如人学舍 酒席成巧 恭喜台湾优秀学生 复归于中 多次上榜的殊荣 上榜文 侧重讨论 直觉思维 就是波耳根本质的敲门砖 根据这一点 颠覆传统 开启多头运作 成就生命的璀璨与锐质 圣玄影经典 不缺如下 文书失利所说 磨喝波耳波蜜金 云 如人学舍 酒席则巧 后虽无心 已酒席故 渐发皆重 我亦如是 初学不思议三昧 细心一元 若酒席成就 更无心想 横与定句 这句经文的教导重点 在于思维蜕变 Thought Sublimation 拔高思维 是训练禅定的前行功课 否则 哪里有所成就 最后圣玄祝福 国泰民安 战亿圆满 并耸和福 千祥云祭 万福并争 期待再相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